行 那我们下面再继续 那刚才给大家也是这个叫max age 这就表示我们可以设置cookie的一个过期时间 那这里边的话 其实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们一个一个看 那这里边还有个这么个东西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过期时间 给大家看一下 就下面的话 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写过期时间 也可以这样去写过期时间 都是可以的 就这个过期时间表示呢 表示我们当时的日期 加上我们这个 这叫毫秒数 个十八千万十万 九十万毫秒 对吧 那这时候是不是相当于900秒 就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设置过期时间 那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那这里边主要有个什么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东西 你看一下 主要有这么几个参数 首先的话育名对吧 育名 那我们一会看一下 还有这里边有个secret 这表示就是 如果你这个值 就是它这里边 在这个第三个参数里边 可以配置我们的参数 如果等于处的情况下 表示我们 这个cookie在httb中是无效的 只有在httbs中才有效 这是啥意思呢 就是我们用这种方式 默认这种方式访问这个育名 其实httb这种协议 那这样是可以的 如果你用httbs这种协议 那它就不行了 就是这么个意思 就这里边 这个是这个意思 那这里边这个pars的话 就表示你这个cookie 在哪个路径下是有效的 然后这个httb only表示 还是表示你如果是处的话 表示我们的cookie 只有服务器段可以设置 然后在客户段不可以设置 然后side表示 我们设置cookie的时候 可以对这个cookie进行一个加密 那行 那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看 就比如说我们来第一个 第一个还是用的比较多 cookie设置这个育名 那就写一下cookie 来育名 那我们看一下 就比如说的话 现在的话 我给我们这个地址设置 这么几个育名 你看一下 我们想的是这样的 就是cookie的话 我们想这样 你看一下 我们想的是 你在side 就是同一个育 什么叫同一个育 比如说百度.com 这就是同一个育 这叫同一个育名 同一个育名 但是我们同一个育名 下面比如说 有多个二级育名 news.bidu.com news.bidu.com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其他的育名 比如说还有我们这个 3w.bidu.com 我们想的是 你这个用户 你在这个二级育名 切换到这个育名的时候 他还可以获取 我们这个cookie的信息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 在设置cookie的时候 配置我们这个育名 配置育名 或者是你可以配置我们这个育名 就是你设置cookie的时候 在这里边 刚才设置cookie的时候 你可以配置我们这个育名 可以访问我们这个育 这个不可以访问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下面我们给大家也试一下 那下面的话 我打开我c排 c排找到windows 找到windows 下面有个system32 那之后我们可以给我们解析一下 这个育名 system32 下面有个drives dr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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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边有个etc 然后这里边有个host host 对吧 host 对吧 然后打开 打开以后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把这个文件 打开 要注意这个目录 那这里边的话 你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配置我们这个育名 比如说 我让我们这个 就是你浏览器输入3w.aa.com的时候 访问到我们这个127.0.0.1 你只要这样配置一下 或者是我们访问这个news.aa.com 我们也让它可以访问我们这个IP地址 那你只有这样配置以后啊 正常情况下这个是我们在这个 我们这个育名的服务商那里边配置育名解析的啊 当然我们模拟器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边配置我们这个育名解析 那这个是啥意思啊 就是你里边配置以后 那我们在浏览器里边输入我这个地址 冒号 冒号谁呢 冒号3001 那这时候他就会访问谁呢 访问我们这个127.0.0.1这个地址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访问到我们这个程序了 仔细看 对不对 就是我在这里边配置啊 当然配置完成以后 你需要保存 我这里边已经保存了 保存完之后 我把它关闭 那你看一下啊 我们刚才配置了一个叫news.aa.com 那我们也配置了个3w.aa.com 走 一定要注意 这里边是一个30什么呢 01走 是不是也可以访问 说明我们这两个月 是不是都可以访问啊 那这两个月都可以访问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重启一下 我们想的是啥呢 那我们重启一下啊 重启一下 嗯 怎么还不对了呢 重新来一下啊 运行一下 哎 抛起来了啊 我们想的就是这样了 你看一下 你访问news.aa.com 你看一下3001走 是不是没有这个cookie信息啊 你看一下 我们这时候我再访问一个 比如说叫set 走 set以后 你再看一下 我再回到这 走 是不是就有这个cookie信息了啊 就是同一个浏览器 访问同一个域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同一个域的时候 我们可以共享这个cookie信息 那你这时候发现 我们再访问这个news.aa.com 下面的news这个页面走 是吧 也可以 或许是cookie信息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他俩虽然是同一个域名 但是属于不同的二级域名啊 那这时候我们再调用3w.aa.com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访问这个信息 仔细看 虽然你俩访问的是同一个网站 但是你发现 与不同的时候 他是不是没法来访问我们这个cookie信息了 啊 你再比如说我们再回到手下 你发现他是不是也没法访问我们cookie信息啊 啊 那这时候的话 如果我们要让多个二级域名可以访问我们这cookie信息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再设置我们这个cookie的时候啊 也就在这里边设置我们这个cookie的时候啊 我们来写一个域名 就配置他的域名写个domal 配置我们这个域名 配置域名写是什么呢 如果你要让他这个百度.com 所有下边的所有子域名啊 我们这里边是aa叫aa.com aaa.com下面的所有子域名我们能访问到 访问到我们的cookie信息 也就是所有的二级域名共享的cookie信息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配置 配置我们这个域名啊 配置域名 那这时候你在配置域名的时候怎么写呢 你就在这里边一定要注意 在这里边写个点 这样写 那就表示我们这个aa域名 aa域名 他下面的所有子域名要注意 就是你这里边如果是news也好 或者是我们这个cw也好 他可以共享我们这个cookie信息 就这么个意思啊 那你仔细再看一下 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重新运行以后 你看我这边改成啊 改成这么个值啊 cookie111再重新来一下 仔细看啊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里边 我输入一个回车写走一下啊 走一下怎么还有cookie的值呢 是因为我们刚才是不是已经设置了一个 来我把这个cookie的值写删掉啊 删掉删掉我们再重新来一下 那删的话你就找到这找到这个cookies 然后cookies删把这个鞋删掉 啊这可能我们一些保存的信息走一下啊 看一下没有cookie了啊 再重新运行一下 你看一下啊 走啊 没有我们的cookie信息了 那这是在news下面 那你看3w下面 是不是也是没有的啊 没有那你这时候看一下 我在3w下面 我执行这个set 执行这个set是不是执行到这个程序了 啊会执行我们这个cookie设置成功走 啊是不是设置cookie成功啊 设置成功以后你再看一下 我再返回到其他页面 你设置成功以后 其他页面是不是就可以获取这个cookie了 就你在这个鞋盖或news下面 是不是就可以获取了 你比如说news 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是属于同一个域 同一个浏览下边可以获取 那这时候的话 如果我们是不同域 你仔细看一下 就是我们主域名是一样的 啊我们这个二级域名不一样 你再仔细看啊 我们还是访问这个news 就是刚才是3w 一定要注意 刚才3w 然后这是我们换一个二级域名 换成news 走 走以后你发现没有设置成功啊 这是因为啥呢 仔细看这里边写错了啊 domain 写错了一定要注意 是这样写啊 你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是不是也这样写的啊 写错了 那重新再来一下啊 我说怎么不成功呢 来我们再重新来一下 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再删掉啊 仔细再看了啊 来再再折腾一下啊 再删掉 删掉以后给大家也试一下刷一下 看有没有这个信息啊 news里边没有 那我们看3w里边有没有走 3w里面是不是有啊 有我把这个信息删掉 删掉以后呢 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重新运行以后 那你仔细再看一下啊 我们重启一下 然后这里边刷 走是没有啊 没有 那我们再执行这个 sat sat一下 sat一下 走 是就成功成功 你再返回再刷一下 走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有这个信息了 有这个信息 你再看我们这个news 页面再走 news 走 是不是有这个信息了 news也有了 那这时候你看下 如果我这里边换成这个news.aa.com 你看下啊 这cookie 走一下 是不是也可以是获取是cookie啊 news下边的这个news页面 是不是也可以获取是cookie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domain的意思啊 也就是这个配置我们这个属性的一个意思 就是让我们这个多个二级域名共享cookie 就是这个 domain等于这么个东西 表示我们多个二级域名共享cookie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域名啊 那你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 你直接按照我们基本使用是不是也可以啊 行 那下面我们再继续 那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这里边这个是啥意思啊 就这里边maxage express 我们就不也是这和maxage一样 下面有代码回头自己试啊 回头自己试一下 然后这里边的话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这一个secret的我们也没发现是啊 就是你在这个呃 如果是处的话 默认是不force啊 你不用管他对吧 如果是处的话 你只有在htps中才有效啊 那我们不用管 而这里边还有个parse pars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设置我们这个cookie的时候 给他传一个parse 那这就表示你这个cookie 只有在我们这个目录下面才会起作用啊 那parse目录啊parse来 03 那我们运行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啊我们看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我们这样写啊 就比如说我们设置cookie的时候 我我这里边写个啊 pah parse 只要他在哪呢 只要只要他在我们这个news目录下边才有效 一定要注意 在我们这个news目录下边才有效 那这样你这时候看一下 如果你在我们这里边访问我们的cookie的时候 是不是访问不到 那我们只有在我们这个页面下边 是不是才能访问到这个cookie 那行那我们关闭给大家重新运行一下 自己看啊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哎 报错了 因为端口是不是冲突了 冲突那我重新关闭 再重新来一下 来一下以后 你这时候再看一下啊 我们这时候我们就直接用我们这个127.0.0.1 再来发问啊 就是刚才我们配置那个host文件啊 其实相当于一个域名解析啊 相当于一个域名解析 行那这时候你看一下啊没问题 没问题以后空 空的话你看我这里边执行个set 走 设置成功 成功以后你仔细看啊 我再回到我们这个 首页 首页在这呢 是不是在这首页啊 首页是不是获取的cookie词 你发现获取的啥 是不空啊 那你再仔细看了 如果我们在我们这个news这个页面下边走一下 那news也是空吗 那我们看一下123 我们运行一下 到底看对不对啊 走一下 咦怎么也是空呢 那我们重新再启动 再给大家来一下啊 再看一下对不对啊 那这里边我写了一个pars啊 当然我这边倒霉不对啊 我这边配置了玉米 玉米的话说明你只有在这个玉下面才能访问这个cookie啊 然后那这我把这个去掉去掉 我们再重新来一下啊 就是你配置这个玉的话 表示还是他表示你这个cookie只有在这个玉下面才能访问啊 我们刚才127.0.001 是吧不属于我们这个玉啊 所以他就访问不到了啊 那你自己看一下 我们想给大家也是的这个pars啊 把它去掉啊 等你在玉下面也行啊 因为我刚才已经 已经测试过了 我们再重新来一下啊 就刚才这里边已经有cookie了 我们怕影响我们重新来一下啊 news啊 没有没有的话你看一下 我这边执行set走 set成功成功以后再回到首页走 走 走 首页是没有答应出来看一下对吧 没有答应出来 那你是我看一下我跑到我这个news 走一下 news里边是不是有了啊 为啥news里边有 因为我这里边配置的时候 是把配置了个pars啊 这就表示在我们哪个目录下边啊 pars表示在哪个路由下面啊 这个可以访问这个cokie啊 那下边的话我们再看cookie里边的另一个属性 叫http-only http-only 他表示如果我们在服务端啊 就是用我们nogs设置我们这个cookie的话 我们加上http-only等于处的话 表示那这个cookie只有在我们这个服务端 也就是nogs这边可以访问 你在我们这个客户端用这个 javascript这样的脚本语言是没法读取和修改这个cookie信息的 就这么个意思啊 如果你这个cookie只想用我们的后端语言读取的话 那你这时候就给他加个http-only 这里边写个true 那行 那这样的话其实没有多少影响 就是我们在nogs里边用它是没有影响的 那我们给大家备注一下 这就是http-only等于true 它设置为true 表示只有在这个nogs服务端可以操作的cookie 没法用这个javascript脚本语言来操作这个cookie 操作我们设置的cookie 大家知道我们的cookie的话 你不仅在我们这里边可以操作我们用这个javascript脚本是不是也可以操作这个cookie啊 行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cookie里边的长届的这个第三个参数的一些配置啊 就是我们说的这里边有三个参数第三个参数的一些配置 那这里边第三个参数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叫签名对吧 你发现我们默认情况你仔细看默认情况的话 我们这个cookie它是明文从处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ookie里边从处的信息啊 那这样的话对于一些对一些就是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东西是不行的 你看一下我们再重新走一下啊 叫set set以后那你看一下 set以后我们访问这个news读取这个cookie 那我们看一下啊 那这里边你发现它是明文的啊 虽然这里边它对我们hans进行变化 你仔细看啊 那如果我们这里边写个cookie的值 然后这里边改成就cookie一一改一下 那其实这个从处它是明文从处的啊 你仔细看啊 cookie一我们重新运行了一下 那这时候你看我再执行一下这里边的set操作 然后执行完这set操作以后 你在我们这里边是拿不到这个cookie信息的对吧 没法拿到 为啥呢 因为我们这里边是不是cookie只有在这个目录下边的读取啊 就这里边设置这个只有在这个目录下边读取 那这时候你再看一下我这里边写个写个news 走啊 news以后它读取到这个cookie信息了 那我们看一下在我们这个浏览器里边是怎么保充的 那这里边你发现它是明文从处啊 我这里边而且我还可以改它 走改了以后对吧 改了以后你看我重新运行一下走 看到了吗 是我浏览器边改它了 而且它是明文从处的对吧 那如果我们想让这个cookie加密从处的话 那回头我们就可以设置我们这个属性啊 那这个属性我们下一讲再给大家讲啊 包括我们如果不设置这个属性 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通过一些加密算法来对我们这个cookie 进行一个加密 让我们的cookie更安全一些 尤其保护保存我们这个用户信息啊 就是尤其在我们的cookie里边保存用户信息的话 你这样保存其实不是特别好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一个 就是我们自己用签名验证对它进行一个加密 再一个就是用它这里边给我们提供的这个cookie加密的方式进行加密 那这个我们放到下 那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